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的这个童谣游戏 长大后才发觉 城门跟鸡蛋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啊 这个童谣是源自于安徽 其实原始的版本应该是这样的 城门城门几丈高 36丈高 骑大马带把刀 走进城门绕一遭 问你几子吃香蕉 发现没 这大概就是大家念着念着 传着传着 传到台湾就变成鸡蛋糕的版本了 虽然原版的比较符合逻辑 但我觉得台湾版的可爱多了 也更增添了一些童趣 说到城门 我想到一个根据六度基金里的 迷兰经所改编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500个商人 结伴入海财宝 其中有个聪明人 他叫迷兰 是这500个商人的首领 大海里有位海神叫做摩羯鱼 迷兰他们所乘的船 刚好碰上了摩羯鱼 被他给顶破了 其他的人都葬身于腹之中 唯独迷兰抓住一块破木板 叫幸逃脱 迷兰抓着木板随着水流到处漂流 被风吹到一个叫做鼻膜地方的岸边 迷兰上了岸休息一下 又观察一下四周 发现有一条路 于是他就顺着这个路一直前进 远远看见一座银城 树林茂密 中间还有池子 不远处走来 四个像仙女般的美女 出来迎接迷兰 并对他说 您航海辛苦了 请在我们这住下吧 这座银城有各种珍宝 我们四个就是你的人了 从今以后负责服侍您 听您使唤 于是迷兰就住进这座豪华的银城 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千多年 有一天迷兰心想 为什么这四个美女 不肯放我到其他地方去呢 于是趁着美女们手睡的时候 偷偷又溜出唇了 走着走着 远远看到一座金城 成立出来了八名玉女 比银城的四位美女更加的美丽 说的话 却跟银城的美女差不多 也是要她留下来 从此服侍她 不知不觉 迷兰在金城就住了几千万年 有一天迷兰又想 这些金城的玉女们 也不让我到其他的地方去 为什么呢 于是迷兰又趁半夜偷偷地溜出了金城 再次溜出城 这次看到一座琉璃宝城 有三十二名美女把她引入城中 不论是珠宝 饮食还是美女们 都远远超过之前那几座城 迷兰就在琉璃宝城中 住了无数年之后 又逃了出来 各位观众你们猜 她这次看到什么城呢 这次她遇上一座铁城 城门紧闭 没有人出来迎接她 迷兰心想 第一次有四个美女 后来是八个 再来是十六个 最后是三十二个 怎么现在却一个也没有呢 是不是因为 这座城比之前几座 更高级华丽 所以不派人迎接呢 这时 只见一名鬼族把城打开 迷兰进了城 才刚进城 就看见一个鬼 名叫巨尹 她头钉着一具铁轮 真不停地快速转动着 站在旁边监视巨尹的鬼 看见迷兰 一把抓起巨尹头上的铁轮 钉在迷兰的头上 铁轮飞快地旋转 就像火烧一样 脑筋都被磨了出来 痛苦万分 迷兰哭着说 从四到八 八到十六 十六到三十二 我还以为 可以得到更好的享受 没想到 确实受这种罪 都怪我自己太贪心了 请问鬼族大哥 这种罪我还要受多久啊 看守贵族说 你之前想了多少年的福 就要在这 受多少年的罪 就这样 迷兰的头 钉着铁轮 六一年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做人要懂得 适可而止 不论是对钱财 还是物品 都不能过度贪心 因为人的一生 有多少福分 都是注定好的 享受不该享受的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古人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最近新闻 也常看到 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为了大赚黑心钱 罔顾人民 不但偷工减料 还加入对人体 或是环境 造成伤害的 有毒物质 如此上天害理的行为 是人神共愤 天理不容的 像这样永无止境的 坦德无厌 最终回调的 还是自己 更愧对顾客 以及社会大众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宗翰一起 自助旅行 看看陈在英文里 有哪些相关片语 千万别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